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什麼是3D裂印 3D裂印是一種製造方法 那它相較於傳統的製造方法的話 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價格 然後很精準的去做出我們要的成品 那既然是製造方法的話 我們就要先來看這個產品開發的過程 一般來說我們在進行產品開發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有想法 然後開始有一個想法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設計 那這個設計不管你是用手繪的 或者是用電腦繪圖的方式來做 都是去做出一個設計的模型 做完設計以後接著我們就要來做樣品 那在傳統的工法裡面 我去做樣品的時候 就要到工廠裡面去開一個模具 一般來說在工廠裡看模具的話 這個費用大概是幾萬塊到幾十萬不等 那看你做的這個模具的大小 還有它的難易度 那另外在做開模的時候 一般來說會需要一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個模具才完成 做完模具以後 接著我們就要來進行測試 那在做測試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東西 是一個鉤子的話 像右邊這個鉤子 那當我們去做出了這個鉤子之後 我們就要進行測試 譬如說進行耐重測試 譬如說抗魔號的測試 抗腐蝕的測試等等 假如說這個測試沒有通過的話 譬如說我們掛東西掛上去 那就鉤子就斷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分析 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是材料的問題 還是設計上的問題 於是我們就要再回到設計的這個步驟 那重新設計了以後 接著再來做一次這個樣品 那就是再開一次模具 再花一到兩禮拜的時間 然後去做等待的動作 接著呢進行測試 那如果順利的話呢 可能幾次的這個cycle下來 最後就可以做這個量產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最近 這個3D獵鷹為什麼那麼的火紅呢 主要是因為 假如說這個3D獵鷹的話呢 它可以去縮短模具開發的時間 為什麼可以縮短模具開發的時間呢 是因為當我們在做一個3D獵鷹的時候 我們是直接的去製造出這樣子的一個鉤子 那可能呢可以用的材料呢 有塑膠 或者是呢橡膠矽膠 那或者是呢 可以用這個金屬的方式來做等等 那這個材料的話呢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新的材料 可以用的材料出現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我們要印出這個鉤子 假如這個鉤子呢 可能長度 這個長度是10公分 那寬度呢可能是5公分的話 我們要印出這個鉤子 以塑料就是塑膠來講的話 印出這個鉤子呢 大概是要花1到2個小時的時間 那假如說我們是用金屬的話呢 可能再更久一點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樹脂來印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可能最長一天以內 就可以完成這個鉤子的印製 好 那與前面的這個 我們去工廠裡面去開一個模具相比 要一、兩個禮拜呢 它是可以大大的縮短這個模具開發的時間 好 再來3D獵鷹的話 它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小量生產 那當我們在做這個工廠開模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不可能一個模子裡面 比如說我們開一個模具 那這個模具呢 可能一次就可以做100個鉤子 或者是呢 500個鉤子等等 那這一件事呢 就是可以幫助工廠在製造過程當中呢 去減少這個成本 我們呢做一次呢 就可以有很多個產品出現 那但是當我們遇到了 現在呢 有個東西叫做客製化 好 客製化產品的話呢 它是用一種少量的方式 那去製作出不同的產品 比如說不同的設計等等 現在呢 是比較要求客製化產品的時代 所以3D獵鷹 它呢 就是可以用這個 做這個客製化的動作 你可以一次指印一個鉤子 或者是呢 一次指印20個鉤子等等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還可以再去改變你的設計 然後設計出不一樣的產品 然後呢 去做比較少量的販賣的動作 那接著呢 這個3D獵鷹機的話呢 一般來說 機器成本比較低 比較低的原因呢 是在譬如說桌面型的 或者是家庭型的 這個3D獵鷹機的話 機器本身比較少台 那可以用的材料有限 但是也已經足夠 我們去做這個產品開發的動作 那這個機器的話呢 目前來說 最低的價格可能1萬以下 那我指的是台幣 1萬以下台幣 就可以買到這個機器 那比較 越昂貴的機器 它的進度會越高 那當然它的成品 出來的表面也會更精細 那這個呢 就會比較貴 譬如說可能到 1、20萬、2、30萬等等 好 那但是呢 跟工廠的一個大型的機台相比 一個呢 就要動輒上百萬來說的話呢 3D獵鷹機它的機器成本是比較低的 那最後呢 就是說 3D獵鷹機 因為它可以成型的空間不大 譬如說呢 我們目前來說 最普遍的 就是大概 長寬高是20公分 20公分乘20公分乘20公分的機器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這整台機器的外觀 就不會太大 以至於呢 你可以去 隨意的去搬動這個機器 譬如說 我今天呢 想要在我的公司去印製 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把3D電印機搬到公司去 那假如說 你今天想要在家裡面 去做一個產品的開發 那你也可以把3D電印機 去移動到家裡 甚至呢 這個3D電印機 已經有人 去做出了這種穿戴式的3D電印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的話呢 它主要就是說 有一個女生 那他背了一個3D電印機走在路上 好 你看這個3D電印機 在他背的過程當中 他一直都還是在印製的 所以呢 3D電印機已經是一個很小 然後呢 很適合 就是可以帶 應該說可以適合帶出門的一個機器了 好 那繼續回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要進入重頭戲 3D電印流程的介紹啦 那3D電印流程的話呢 主要分為三大步驟 第一步驟 就是建立一個3D的模型 那第二步呢 就是進行切成轉檔的動作 好 這邊呢 前面沒有提到 3D電印它又稱為基層製造 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 然後呢 製作出一個成品 好 就是呢 我們用一個2D平面的方式 那我們把一個3D的模型圖檔呢 把它切一層一層的 那一層一層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 它這個材料 要怎麼樣去 驗證某一種路徑 做幾出的動作 或者是固化的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切成軟體 那去把一個3D模型呢 轉成一個2D的加工路徑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加工檔案存起來以後呢 就可以把它連接到3D練印機 去做練印的動作 那練印完以後 就可以出現我們的成品 那我們以下就詳細的 稍微來介紹一下 怎麼樣做3D建模的部分 3D建模的方法呢 主要有3D繪圖 3D掃描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下載3D檔案 那3D繪圖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常用的這個軟體 以我來說的話 就是用Marshall Camp 那不過這是一個工業級的軟體 而且它是要付費的 所以一般人呢 可以使用 譬如說AutoCAD 那或者是AutoDesk 它有出一個Fusion 360這個軟體 那這些軟體的話呢 它是免費的 而且呢 功能性非常的多 非常好用 所以假如說呢 你一開始想要做設計的話 不需要馬上就花錢去購買一個繪圖軟體 你可以呢 先用一些免費軟體 然後自己試著畫畫看 接著呢 我們可以到這個3D掃描的部分 好 假如說我們有一台3D掃描機 或者是呢 現在手機 也可以做這個3D掃描的部分 那我們對準一個物體進行掃描以後 這個檔案呢 去存成一個3D的檔案 之後呢 就可以轉進切片軟體面 然後做列印的動作 那最後呢 是下載3D檔案 現在呢 已經有非常多種檔案庫 比如說呢 ThinkGivers 就是一個全球很大的一個檔案庫 上面呢 會有來自全球的這個玩家 然後會在上面去放置他們所繪製的圖檔 那這些圖檔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免費開放大家去下載的 那只要注意的是 當我們去下載別人的檔案的時候 當你做了列印 盡量不要去做一些有商業營地的行為 那因為這些檔案呢 所有權呢 它就是屬於一個CC授權的 就是說你可以使用 但是呢 你不可以作為營地用 那除了這個ThinkGivers網站以外呢 中文的網站的話 也有像是打印啦 或者是打印吧之類的 這些網站 那上面呢 也有各式各樣的圖檔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去請人 幫你繪製一個3D圖檔 那你可以去搜尋這些網站 假如說你不會做這個3D繪圖的話 那也沒有辦法去3D掃描 那一開始 不會建模就可以從這個方法開始下手 建模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做切層的動作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 就是3D列印呢 它是一個基層的製造 好就是說 當我們製作一個建模完成之後 那我們就把這個圖形呢 去一層一層的切開 然後呢 用這個切片軟體去設計它的加工路徑 那設計完了以後 把這個檔案丟到3D列印機裡面 它就會一層一層的做列印 那切層軟體的話呢 最常被大家使用的 就是叫做Cura 或者是Kisslicer Slicer啊 或者是Simfly3D 那當然免費的呢 它的功能會比較陽春一點 那付費的呢 就會比較好 但是呢 Cura跟Kisslicer呢 他們都一直有在做更新 好他們的功能呢 已經有越來越好的趨勢了 所以大家不妨從這個免費版的開始入手 那最後呢 就是進行列印的部分啊 那列印機的話呢 其實難度就在於說 你去調校這個列印機 那怎麼樣把它調到平衡 那調到這個XYZ軸 都是非常良好的狀態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記憶卡 或者是連接線插上去 然後呢 按列印 它就會開始做列印了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Steer印這個步驟呢 算是裡面比較簡單的部分 比較難呢 是前面做這個建模 然後還有切片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平常我用的建模軟體 它的介面長什麼樣子 這個呢 是ManshaCam的一個介面 那我是使用實體的方法 去繪製出這樣子一個圖形 那這個圖形呢 是我自己畫的 就是一個小記在一個蛋殼裡面 好 那當我們畫了這個模型之後 我們就要進行存檔的動作 那注意的是這個檔案 我們要把它存成STO的檔案 到檔案的地方另存 好 譬如說我們存到桌面膜的地方 這個時候呢 在存檔類型的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STO檔 那3D鏈機一般來說都是吃STO檔的 當然現在可能還有其他的檔案 譬如說像OBJ檔案 或者是AMF等等 那最簡單的部分呢 你就是存成STO檔案 就是一定所有的切片軟體 都可以去試用 好 那存成STO檔案之後 我們就把檔案 會入切片軟體 這個切片軟體叫做Cura 左上角有些Cura 那大家不用擔心說 它是英文版的 因為你也可以把它去改成 在Perference地方呢 去把它改成中文 那網路上也有很多 就是中文包 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載 那我們把模型呢 開啟 在這個檔案裡面開啟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 旁邊的這邊有很多種各式各樣不同的參數 好 那我們就去設定完這些參數以後呢 接著就可以來進行列印的動作 那假設說我已經設定好參數 我們就按Save to file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存檔類型 特別注意的是 3D列印機能夠吃的檔案 叫做Gcode檔案 這邊有寫點Gcode 好 那在一定要存成Gcode檔案之後 我們才可以來丟到3D列印機裡面進行列印的動作